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吉安厢公所举办庆丰14街137巷到庆丰15街 巷道延伸工程日前完工了 乡长游淑珍和乡代会的副主席黄金发 在建设客角无异域陪同之下前往视察 为公共安全及施工品质来做严格把关 吉安厢为打造便利生活交通路网 办理了庆丰14街137巷至庆丰15街巷道延伸工程 在日前已经完工 乡长游淑珍也与乡代会副主席黄金发 在建设客长无异域的陪同下前往视察 为公共安全与施工品质严格把关 是我们乡亲来跟我们反映 目前就是这个是以前既有的公有的 这个巷道 但是一直没有把这个巷道打通 所以乡亲在跟座进出各方面都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状况以后 就跟我们公所谢谢公所这是全力的支持 而乡长游淑珍也感谢县政府对建设经费的权额振 吸手相公所与代表会带来新的安全 我们把长久以来没有办法畅通的一个小巷弄 我们终于打通了 带来的是我们乡亲互相联谊交通的便利以外 也造就了双方的一个土地的价值 和我们在农作的时候的一个便利性 同时也带来整个排水沟 畅通跟一个完整社区建构的一个重要建设 我相信物以善小而不为 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巷弄 但是开启的是一个大大交通瓶颈 跟便利的生活适性的一个重要建设的展现 我们再次谢谢县政府的益助力量 跟我们到位的代表会黄金妈副主席的一个建议 让我们前期完成地方建设重要的推手力量 建设客长吴英玉指出 为改善民众通行不便及堆置杂物问题 相公所执行向道延伸工程 新增道路两侧挡土设施约118公尺 新批道路及更新道路继83公尺 道路沥青铺设范围达451平方公尺 总经费共计102万余元 而后续也将针对电杆迁移及排水沟盖 等周边设施以并检释修复完成 预计在12月份就能开放民众通行 记者徐立琴 吉安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